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逆层 缘分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 可以让两个陌生的男女走到一起 然后用爱情相伴一辈子 可是缘分呀 它并不是说来了就一定会永远停在这里 它像一个孩子 需要你用更多的爱去培养它 去灌溉它 所以有些夫妻啊 走着走着就觉得缘分慢慢的消散了 但实际上啊 只要你用心的去灌溉它 它是一定能够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 但是如果两个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时候啊 往往会有一些前兆 夫妻之间如果出现以下几个表现 那就说明缘分已经差不多消耗尽了 第一个就是经常吵架 很多人觉得呀 夫妻之间床头吵了床尾和 两个人偶尔吵一架 可能是有调情的意味 但是经常性吵架 那就是纯粹的消耗感情 第二个啊 经常会冷战 小伯觉得冷战和冷暴力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因为冷战就是两个人互不搭理 利用自己的手段来逼着对方低头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两个人在互不搭理的时候啊 缺乏沟通这时候心就不能够安定下来 心不安定啊 自然就会有很多猜忌 猜着猜着啊 感情也就会被猜没了 第三个 两个人都不愿意再多说话了 两个人的天性会决定一段感情的炙热程度 如果说这段感情已经没有了甜蜜的成分啊 那么他们就算是面对面的坐着 看到对方那一副面孔的时候啊 都会觉得很厌恶 甚至还会觉得非常难受 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话不同机半句多 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再说话了 都不愿意再去沟通 感情只会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慢慢的消耗殆尽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感情能够从一而终 可是夫妻之间经常会出现以上三个表现的话 那就是说缘分尽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关注